大家好,欢迎来到iPhone版中频道 iOS新版本发布时你感到兴奋吗? 当新的iOS版本更新时 很多人会更新他们的iPhone 不幸的是他们发现自己的iPhone卡在了夹假屏幕上 该屏幕显示带有进度条的苹果标志 本视频将介绍三种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让我们开始吧 方法一,强制重启iPhone 方法二,使用复原模式更新或还原iPhone 方法三,使用iOS系统修复工具 让我们从第一个方法开始,强制重启iPhone 由于时间限制,我只向您展示 如果在iPhone8和更新的机型上进行操作 您可以在右上角的视频中找到关于其他机型的信息 对于iPhone8和更新的机型 我们快速按下并释放音量增大按钮 然后按下并松开音量减小按钮 最后按住侧面按钮直到看到苹果图标 如果强制重启iPhone无法帮助到您 请尝试方法二 通过iTunes复原模式还原iPhone 请注意,此方法会删除您的所有数据 因此,如果您没有进行数据备份 请尝试之前3C 我们需要先将iPhone置于复原模式 此处只显示iPhone8和更新的机型操作步骤 您可以在右上角的视频中了解其他机型的步骤 对于iPhone8和更新的机型 快速按下并释放音量增大按钮 然后按下并释放音量减小按钮 最后按住侧面按钮 看到苹果图标时不要松开 保持按住直到出现复原模式的萤幕 现在启动iTunes 您将看到一个 带有两个按钮 更新和回复iPhone的界面 通常我们建议您选择回复iPhone 因为它解决问题的成功率更高 但是如果您不想要丢失数据 您可以尝试更新 只需点击您想要的选项 然后等待整个过程完成即可 无信的是 如果上述的办法全部失败 则您的手机一定遭受了严重的软件故障 那么您只能依靠第三方工具 iPhone VIXPO是个功能强大的工具 几乎可以复原所有iOS问题 而不会丢失数据 请参照以下的步骤进行操作 首先需要从官方网站上 下载VIXPO 安装软件后启动它 并在主界面上选择标准模式 然后将您的iPhone连接到电脑 然后点击下一步 现在安装屏幕上的步骤 将设备至于DFU模式或复原模式 程序检测到您的设备后 你可以看到所有可用的固件版本 如果有多个选项 可以选择想要的版本 然后点击下载 你只需等待几分钟 在下一个界面点击开始 XPO将开始修复您的iPhone 当您在屏幕上看到成功图标 并且iPhone重新启动时 意味着iPhone恢复正常了 是不是简单快捷地解决了您的问题呢 如果您对它感兴趣 就下载试试吧 好的 我们今天介绍了三种方法 修复iPhone卡在进度条和加载屏幕上 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方法进行操作 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 请在下方发表评论 期待您的反馈 我们下个视频见